奉着日圣明开始我们礼拜晚上的安息日聚会 请唱诗第一首 请坐 很高兴看到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晚上的聚会 愿神的恩典与平安与各位同在 今天晚上是安息日的开始 我们放下世上的劳苦重担 让我们对神的灵,神的爱,跟神的话来充满 我们一起归下祷告,求神带领今晚的聚会 让我们都可以得到造就 一起归下祷告 我们今天晚上要用绝书捷径圣殿作为题目来跟大家互相勉励 今天是我们新年的第二个安息日 我相信我们也都有这个机会来清理我们的家 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天都会来清倒垃圾 然后每隔几天,我们就会来用吸尘器把家里面的地板都吸过 然后在很多餐厅或者家庭,年中都会有大清少 我们能不能想说,如果我们家里面的垃圾一整年都没有清 然后我们也没有把床整理好,也没有吸尘 那我们在这个房子里面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那如果我们晓得要怎么样来清扫我们的家 那我们也是应该要同样的想到,要如何来清扫神的殿,让祂圣洁 请看《愿福音》第二章十三节 《愿福音》第二章十三到二十五节 《Now the Passover of the Jews was at hand, and Jesus went up to Jerusalem》 《And he found in the temple those who sow oxen, and sheep, and doves, and the moneychanger doing business》 《Then when he had made a whip of cords, he drove them all out of the temple with sheep and oxen, and poured out the changers money, and overturned the tables》 《And he said to those who sow doves, take these things away, do not make my father's house a house of merchandise》 《十七》 《Then his disciples remembered that it was written, zeal for your house has eaten me up》 《So the Jews answered and said to him, what sign do you show to us, since you do these things》 《十九》 《Jesus answered and said to them, destroy this temple, and in three days I will raise it up》 《And in three days I will raise it up》 《Verse 20》 《Then the Jews said, it has taken forty-six years to build this temple, and will you raise it up in three days》 《Verse 21》 《But he was speaking of the temple of his body》 《Verse 22》 《Verse 22》 Therefore, when he had risen from the dead, his disciples remembered that he had said this to them, and they believed the Scripture and the Word which Jesus had said. 《Verse 23》 Now, when he was in Jerusalem at the Passover during the Feast, many believed in his name when they saw the sign which he did. 《Verse 24》 But Jesus did not commit himself to them, because he knew all men.《Verse 25》 And had no need that anyone should testify of men, for he knew what was in men. 《Verse 24》 这边记载主耶稣捷径圣殿 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捷径圣殿有两次 第一次是在他刚出来传道的时候 第二次是他最后又来到耶路撒冷 在那最后一个星期他到耶路撒冷,结去圣殿,然后他就被定十字架了 那时候的圣殿就是代表神的同在 也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 是献祭的地方 同样的我们有这个教会,那我们是神所拣选的,神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一起聚会,我们向神献上祷告 那我们也为神做工,就像是献祭一样 那这个圣殿今天可以代表着三件事情 因为我们也都会想说主耶稣捷径圣殿这段经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第一个当时的圣殿也是预表着今天的会堂 那我们的教会的会堂也是需要来清扫 那但是当时有人就把要献祭用的牛羊鸽子拿到圣殿来卖 那有一些做生意的人,他们就要在圣殿里面占有一块地方来卖这些献祭的动物 但是圣殿的地方这个也是很有,地方有限,所以有些人就是要用钱来买通祭司,让他们可以拥有一席之地 虽然表面上来讲,他也是让来圣殿献祭的人方便,但是事实上他们是为了自己 在耶稣捷径圣殿这边,主耶稣很不喜欢这样的事情 耶稣说,把这些东西拿掉,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 那有些时候,也许有人希望能够来收取钱财为了建造教会或者一些其他圣工的需要 那有些教会就说,那我们来这个garage sale 就是把一些我们家里比较用不着的东西拿到教会的停车场来拍卖 那说,借着这个名义我们也可以邀请人家来到我们教会 那我们也可以卖掉一些东西,把我们不要的东西把它弄掉 然后我们教会的建堂基金也可以有一些收入 事实上有些教会甚至是每年固定都有办这样的活动 那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就是看到他们在办这种garage sale的活动 那大部分很多人都觉得不错,但是有些领导者就不不喜悦 认为说我们不应该在教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问题是这是谁的这个会堂 是我们的会堂还是神的会堂 当然也许有人觉得在教会停车场办这个garage sale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那当时他们在圣殿卖这些牛羊不是真的在圣殿,而是在圣殿外面的院子 但是主耶稣不喜悦这样的事 那主耶稣他不喜欢人用他的场地来做买卖 那在有一个教会的姐妹,她喜欢做见证 那她碰到有一个人,她都在,在着这个台湾式的这个食物在卖 然后呢她就邀请这个人到我们教会的停车场来卖这些东西给教会的人 那很多人就居然会就赶快出去,然后觉得能够在这买到这些台湾式的东西很好 那这些姐妹是说她是向借这个机会,然后也要邀请这个卖东西的人来到我们教会 但是一般人其实不会想那么多,他们只是想要去买这些东西 我们其实也应该不要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在我们教会的场地,我们也是不要容许一些传讲不一样的道理的人 当我在奉王城教会的时候 在我们教会的隔壁就是一个希腊政教的会堂 那每年他们有希腊政教的一些节目 那他们也邀请人借这个机会,邀请人去他们也许吃一些东西 然后也许跟他们一起庆祝 那他们没有足够的场地,因为来的人很多 那他们就说,那是不是他们可以让人家来把车停在我们教会的会堂,的停车场 但是有教会的这个负责人就认为说我们不能同意 教会的负责人说我们不能同意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拒绝好像是很不友善 因为我们如果同意让他们来用我们教会的停车场 等于就是我们在支持他们的宣教活动 所以你想就说他们到,把车停在我们这边然后去参加他们的这个宣教活动 这个是神所喜悦的吗? 那我们等于是帮助人家来去相信这些错误的信仰 他们守星期天 那因为我们教会这个会堂就是为了要来敬拜神的 那所以我们也要来思想主耶稣是希望我们这个会堂是怎么样来使用 而不是说用自己人的看法觉得我们喜欢先怎么样就可以 首先我们需要办这个grudge sale吗? 那我们真的穷到这种一定要用grudge sale才来赚这一些钱吗?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要让我们教会的停车场来给其他的教会使用 这是第一个应用 第二 那这个圣殿也代表着教会,当然这个教会是指所有的弟兄姐妹 请看各人都前书第三章十六节 各人都前书三章十六节 这一句话说,这一句话说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 那这教会就是神所同在的地方 那但是有些人来玷污了教会 那在马太文书十三章三十六节里面 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 这边讲到一个妇女来用孝来用面孝 那这个妇人可以来预表着教会和信徒 那这个面孝可以首先可以代表着这个错误的信仰 我们来看马太文书十六章十二节 十六章十二节 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禀的孝 乃是防备法利塞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 那如果有人来传异端,传错误的道理,那就是来玷污这个教会 我们对这个异端要非常的敏感 那这个是要我们对真理的认识非常清楚 如果我们的认识是很模糊的,听了一些别的讲话好像也对啊 那这个孝也可以代表假冒为善 请看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 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 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 在这边主要书说,法利塞人的孝就是假冒为善 那这个假冒为善就是表示一个人他里外是两个不同的面貌 一个是要给人家看的,一个是真正内心自己的 那如果说我们会做这种假冒为善的事情,那我们的孩子,我们周围的人也会来学习 那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 有些人会散播遥远,因为他们有这个不好的这个意图 例如有些人他们觉得就说,讲道的人都是在说他的不是 然后呢,他们就来毁谤这个讲道的人 然后呢,他们就来毁谤这个讲道的人 然后呢,这个恶毒就再散播出来 我们如果说,听到人家跟我们讲道其他某某信徒的坏话 那我们可以想见说,是不是他心里面有一些不好的,有一些不好的意图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事情一散播,那这个教会里面就有一些敌对的事 但是我们要小心,要除掉这些事情 然后呢,最后这个圣殿也可以代表我们的身体 就像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那边所说的 耶稣是以圣殿来比喻他的身体 人如何会来玷污自己的身体呢 我们来看圣殿前书第六章十八节 十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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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的殿 那但是我们如果来换奸淫的事情,那就是来玷污我们的这个神的殿 我们再看玷污福音十五章 看什么事会来玷污这个殿 Matthew chapter 15 verse 18 to 20 verse 18 but those things which proceed out of the mouth come from the heart and they defile a man verse 19 十九 在这边说,如果我们心里面想一些坏的事情,那这也是来玷污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一些思想想法要很谨慎 那我们会有一些不好的意念,常常就是因为我们去看或者去听这些不好的内容 我来跟大家做几个见证 有一次一位姐妹见证 她是刚受洗不久 这个不是在圣和西,是在很久以前 那她被引诱要去看这个献自己的影片 她知道这个是不对的 但是这个诱惑很强 所以她就跟神讲说,这是我的最后一次 所以她去看了那个电影 她看完以后她发现她的眼睛有点不对劲 那眼睛就肿了起来 然后她半夜她就请一位姐妹带她去看眼科医生 那医生检查她的眼睛也吓了一跳 这医生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况 然后她的眼睛里面有很多的脓还有血 一直流出来 然后医生只能开抗生素给她 那结果她们两个人半夜两点 就是在路上找的这种二十小时开的这个药店去买药 那她所用的这个药是针对她眼睛的问题 当然这姐妹她也明白说,这个就是神来的管教 那感谢神,她悔改向神祷告一个礼拜以后,这个就慢慢好了 那我只是去看而已,我又没有真的去做坏事 那有些人愿意说,我也有看过这些啊,但是什么坏事也没有发生 那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12章里面讲到就是说,神所爱的她必管教 那感谢神这位姐妹是神所爱的,所以神来管教她 另外一个见证 我知道有一个非常热心的姐妹 那姐妹也是刚刚受洗 那这位姐妹很小心地选择她所要看的这些节目 所以她就到图书馆去借这些好的影片来看 这是一个真的见证 这是一个真的见证 她那时候就是来找一些比较好的影片来看 那就是找一些适合全家观赏的影片来看 她看了这个影片的介绍说这是有关一个家庭的,她想说那应该就是没问题 但是圣灵告诉她这个是不好的 那她就说没有关系啊,这个只是有关家庭的,应该不会有问题 那这个影片看来都不错,一直到最后的时候 就是讲到一个单亲母亲就跟着她的男朋友同房 就在那时候这个姐妹开始觉得头晕 然后也非常的剧烈的头痛 她就需要躺在沙发上 但是她又一直说我要知道这个影片的结局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她还是持续的想要看,但是这个头痛就越来越严重 那到这个影片结束的时候她甚至站都站不起来 所以她向神悔改祷告,然后去睡觉等她睡醒了就好了 另外一个故事 另外一个故事 那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父亲非常的严格 就是不准有去看这些限制级的影片 但是当时有一个影片非常的出名,就是大家都想要去看 就是这个导演演员都很出名,然后这个影片也是投资了很多的钱 所以他们就想说,这个父亲可以不可以打破惯例,让他们可以来看 他们就要求这个爸爸 这个爸爸就说,让我想一想 所以孩子们就很高兴 然后后来这个父亲就说,我已经想过你们的要求 那你们告诉我说,这个影片说演员都很出名,然后这个影片投资也很多钱 但是里头有一些色情的东西 那他在说,那我就烤那个grownie的蛋糕给你们 你们如果能够吃这个grownie,那你们就可以看 这个孩子就想说,哎呀,这个没问题的 但是他们在吃之前,爸爸跟他们说 你知道吗,我用很出名的这个 这个配方来做这个grownie 就是用最好的面粉,用organic的巧克力 但是我放了一点点狗屎,但是我放了一点点狗屎在里面 我把那弄得很均匀,所以我想你们吃不出来的 你们如果可以吃的话,那你们就可以看 那他们要吃吗 最后我们来分享这个诗篇的二十三篇 二十三篇的第一节说,主是我的牧者 今天我们要来想想我们的牧者是谁 那我想来跟大家念这一段话,就是所谓的第二十三台 这边说,电视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他让我躺卧在沙发上 那他领我远离信仰,使我的灵魂灭亡 因导我走色情跟暴力的道路 为了这些卖广告的人 我虽然走在基督徒责任的阴影下,但是那里没有间断,因为电视与我同在 他的电缆跟遥控器都安慰我 在我世俗的想法上为我摆设了广告 用人文主义和消费主义来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贪心满意 我一生一世必有懒斗和无知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家里看电视直到永远 的确有一些父母是用电视机来牧养他的小孩 另外有一篇文章叫做美金两千三百万 财富是我的梦者,我必不自缺乏 它使我躺卧在钞票上,领我坐在头等舱 它使我的野心苏醒,为了势力的名引导我走歪路 虽然我经过了这个很多的借贷,但是我并不缺钱 因为我有金钱与我同在,这些还地产股票都安慰我 你在我的欲望面前为我摆设宴席,用现金高了我的户头 我一生一世必有没有上线的信用卡跟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千万的豪宅中直到永远 当我们讲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在思想到底谁是我们的牧者 圣经说神是我们的牧者,但是很多人是以钱财为祂的牧者 那他们觉得就是说,追求钱财,那钱财就可以带领祂,使他们得到满足 但是这些事可以来玷污我们的心 但是我们可能都没有想到 那今天我们来讲主耶稣捷径圣殿这件事如何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首先我们来讲说,我们的会谈应该要如何来使用 另外我们也讲到在教会,地方协会当中 我们不可以来散播谣言,或者假罵为善,或者一些恶毒的事情 另外呢,我们也讲到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让我们的心被这些属世情欲的事情来玷污 我们唱诗401 那我们现在要一起祷告 在祷告当中,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除去一些污秽不当的想法 我们新年有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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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